小飛有跟你講 他什麼時候要來台灣 我選後就來了 選後就來了 我今天這個主要是 好像就是只有一件事情 要跟他宣布嘛 明天以後他就請辭 這個小明星 蛤 欸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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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莫會有這個 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他老公非常的體貼 我看得很感動 那一天跟我一起去投票嘛 然後也那個女兒要下車 老公先下車了 那 哎呦 奇怪 他的副座旁邊 鋪了一條紅毯 哪有 紅毯毯 直接鋪到那個投票櫃裡面 直到警衛制止 柴臨跟警衛發生衝突 要代班的人選 有想好是誰嗎 有一定是最近都是在新聞上 盛宵承上的人 例如 很多很多 黃曉飛 蛤 不是不可能喔 對喔 不是不可能 我都有交情嘛 上次說好像有跟他通電話 有關心一下他的狀況 有通話 我跟曉飛講啦 就是說啊你們這樣 你一來我一往也好啦 讓我們台灣的天空啊 也多了一點色彩 要不然每天都看爭論節目 也很累嘛 有跟憲哥訴苦嗎 還是講什麼 呃 這個難免啦 但是這不為外人道 小飛有跟你講 他什麼時候要來台灣嗎 我選後就來啦 選後就來啦 選完以後還後面 我哪知道呢 什麼時候 我說好好好 歡迎啊歡迎啊對不對 還有事業在台灣嘛 你在看他燒床墊這樣子 好笑的是 環保局 當天我正在S Hotel 真的嗎 你目睹這一切嗎 我當天就在那裡開會啊 憲哥你有看到那個 床墊本人嗎 沒有啊 憲哥會覺得那個 銷毀床墊很荒謬嗎 一點都不會啊 我曾經有一任 看著我 我回到家以後 嗯啊我的床呢 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哈哈哈 人去床空 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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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